功勤奉施 十杯无赐 大家请合掌 我们一起来称念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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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经 刀立天空神通品敌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再借这个供修的姻缘 再继续给大家 来习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在博士金中学位的同修 如果大家能够看到荧幕 那是最好的 会转身 转身也没关系 我们大家来看这个荧幕 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在这个地方啊 首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启示 地藏菩萨呢 在这一部经里面呢 有一桩事情啊 特别对于我们学佛的人的鼓励 也是一种劝导 那在这一部经的内容的启示是什么呢 地藏菩萨叫我们学佛的人 首先你一定要发愿 你必须要发愿 为什么要发愿呢 因为愿能够导致我们去修行 你能够才能够懂得去精进 才不会懈怠阑珊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容易退步 今天念佛三天休息 两天念佛七天休息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不善的习惯 所以呢 地藏王菩萨教我们要先发愿 你才能够懂得去修行 那发什么愿呢 我们来看 地藏王菩萨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劝导我们学佛的人 要发一个愿 什么愿呢 这个很重要的 他教我们要发忏悔的心 现在我们要发忏悔的心 那为什么我们要发忏悔的心呢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来提醒我们 警惕我们 因为我们凡夫啊 人非圣玄疏能无过吗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会做了过失 你会犯了过失 所以教你要去忏悔 再加上我们的业障很重 我们在这个世上 有没有人想要生病 没有啊 有没有人在生活里面活得很辛苦 没有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业障有关系 所以地藏王古上 教我们不断的去发心 不断的去忏悔 不断的去忏悔 就是教你要反省 教你去检讨 因为啊 才不会去造业 你造了业 将来会受果报的 而且这个果报在哪里 都是在三二道里面去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地藏经又为我们启示这个这么重要的 只要你能够天天去忏悔 天天的去忏悔 不断的去反省 那你的人生将来啊 是一片的光明 如果这一生你将来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起码 你不会躲在散热道 人天福报 你能够享受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对我们众生的关怀 对我们众生的关心 教我们不断的要这样发心 这样的发愿 所以师父每天就是这个样的 因为我们是反复啊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要发这个愿 我今天有没有放过吃 我讲话的语言 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让别人 起烦恼 你要这样的发心啊 如果大家有读过地藏经 你就能够发现 地藏菩萨在这顿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地藏经里面 又为我们来做一个启示 这个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所以啊 每天从今天开始 我要发愿 发什么愿 发忏悔的心 发忏悔的心 这个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继续来解释 这一部经的经题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上一次已经把地藏这两个字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今天我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菩萨 我们看下面 很多人呢 对这个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不清楚 你说 你能够讲清楚吗 你不相信你误误你周围的人 菩萨是什么 他不知道 哎呀 反正我拜他了 我拜的有薄比 附近话不是这样讲的吗 他有拜的有薄比 反正菩萨是摆在那个大殿 我去拜拜他 拿个水果 求求他 碎碎品 他年年如意 很多人对菩萨的意思都搞不懂 那我们来看 菩萨他的全名 大家都知道 他是菩提萨托 菩提萨托呢 原本他是梵文 就是古印度化 因为呢 如果翻成中文 这个菩提萨托 就是菩萨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以前呢 喜欢简单 恶药啊 所以把这个菩提萨托 把它简列变成什么 变成菩萨 意思都是一样的 那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寻装大师 寻装大师 是生在唐朝 唐朝是我们佛教黄金的时代 中国佛教最有名的 都是在这个唐朝的时代 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不知道这个寻装大师是谁 你们大家没有看过那个孙悟空的片 孙悟空不是他的师父 不是唐三藏吗 唐三藏所指的就是 玄壮大师 去印度取经 就是他 唐三藏的意思呢 唐是唐朝的意思 三藏就是说 大藏经里面有三藏 叫做论藏 金藏 还有律藏 那寻装大师啊 他是三藏法师 一个法师 能够通达这个三藏 能够敏心 见性 能够知道 佛所讲的理论 他有资格称为三藏法师 那寻装大师呢 他是一个三藏法师的 他不是普通人 他就是一个 已经觉悟明星见性的人 他也是菩萨再来的 那寻装大师啊 把这个菩萨翻译成什么呢 叫做觉有情 说明什么 就是觉悟有情的众生 所以菩萨呢 也是众生之一啊 众生很多嘛 众生很多 不仅仅是人 连动物也是属于众生 菩萨也是属于众生 罗汉也是属于众生 那菩萨也是众生之一 那菩萨跟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菩萨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菩萨什么呢 菩萨在觉悟的这一案 这一案 这一边呢 那我们反复呢 是在那边 好像一个走一个右 像菩萨 菩萨在右手 我们反复呢 在左手 不一样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反复 你有这样比喻 大家可能就容易懂 所以 我们的区别跟菩萨的最大的是什么 菩萨每一天过得很快乐 我们反复每天过得很痛苦 你仔细去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 你看你每天活得很痛苦 看到这个人厌恶 看这个那个人讨厌 看这一桩事情讨厌 看那一桩事情讨厌 没有一桩事情不讨厌的 你就是反复 那菩萨看到人都是欢喜的 看到哪个人都是朋友 看到哪一个人都是老师 我们看到哪一个人 你不喜欢的都是敌人 你喜欢的都是朋友 分别先太重了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那菩萨是人 他不是神仙 他不是神仙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这个对人 对事 对物 他已经清楚了 对夜阴果报 他也是也清楚 我们人都离不开这个阴果的 你今天所说的都是果 有果必有阴嘛 你想你的果报好 你又把阴修好 菩萨就是每一天都在修阴 修什么阴呢 修好的阴 凡夫呢 天天修什么阴 修不散的阴 所以他活得很痛苦 所以他活得很痛苦 苦让他活得很快乐 他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阴果 如果你想将来你的路 你的前途 你的果报好的 你要把阴修好 为什么 有阴必有果 有果必有阴 你将来躲在三二道 就是因为你把阴修不好 你将来到三三道去 都是因为你把阴修好 将来你到西方几个世界 你都是应该把念佛的阴修好 所以菩萨就大慈大悲 发大心度众生 就是因为看到众生很苦 他才发心来帮助众生 像观世音菩萨 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所以称为什么 称为菩萨 但是菩萨呢 一般也可以称为什么 明人 明人 就是已经明白了 对人对事已经明白了 已经不会再糊涂了 他是不会再糊涂了 不会再糊液 不会再过得很痛苦 天天过得很欢喜 很乐观 很快乐 那我们反复呢 我们祖师大德呢 形容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反复啊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称为什么呢 称为糊涂人 糊涂人啊 富贤话 叫糊涂人啊 糊涂人啊 怎么叫糊涂人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 骂你 讲你 讲你的是非啊 让你很难过 你天天啊 为了因为他不善的语言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 什么都不好 天天活得很痛苦 你说你不糊涂 谁糊涂啊 糊涂人都是这样嘛 把别人的痛苦 放在自己的痛苦 你说你不糊涂 谁糊涂 跪下就是这样啊 人家说一人糊 我就不欢喜 不讲话就是这样嘛 讲了一人糊 发脾气 发脾气 那你不是糊涂人 那是什么 所以今天啊 你不想做糊涂人 有一天人家骂你 说你笨蛋 说你白痴 说你怎么样 你不要理他 你就是菩萨 如果有一天人家骂你 说你不好的话 怎么样 然后你活得很痛苦呢 你就是糊涂人 菩萨是不会 菩萨人家怎么样批评 怎么样骂他 怎么样对待他 排斥 批评 伤害 他就不会 所以佛告诉我们 明明知道六道轮回很苦 三恶道很苦 西方其中世界这么庄严 这么无尽的美好 你不去 还喜欢在这个地方 受苦受难 你不是糊涂 谁糊涂呢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明白 明明知道 这个人生很苦 有生老病死 我息老病苦 明明知道很苦 你还不想离苦 你不是糊涂 你是谁 只要你 劝导你赶快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去牵牵阿弥陀佛 到西方其中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你活得很痛 很快乐 没有在苦 你还不去 明明在这个地方 五亮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在流浪 你不糊涂你是谁啊 所以啊 不要做糊涂人 糊涂人很辛苦啊 做糊涂人 糊涂人很辛苦啊 我告诉你 真的 我没有跟你骗 要听师父的话 你要听师父的话 真的 所以啊 我们看下面 所以老师呢 这个老师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地藏王菩萨 教我们什么 要发心 要发什么心呢 这个很重要哦 向菩萨学习啊 向菩萨学习啊 这个菩萨指的是谁 地藏王菩萨 你要向地藏王菩萨学习 因为地藏王菩萨太了不起了 那学习什么呢 开始发愿 你要发愿哦 你从今天开始发愿哦 发什么愿呢 我愿意学菩萨 我愿意做菩萨 我愿意求觉悟 我愿意做一个明白人 不做一个糊涂人 如果你能够这样学习呢 那你是谁呢 你可以叫做菩萨了 所以你是菩萨咯 你愿意这样学 你愿意这样做 你就是菩萨了 你愿意吗 师父啊 我考虑考虑 很多人说 我也不当好愿意 为什么 我不敢冒险 责任太大了 哇 师父啊 做菩萨做的 没你愿意 没你方便 做菩萨很辛苦的 师父 人家骂你 你也不能讲一句话 又不能看电视 又不能怎么样 又不能吃好料 又不能这个 又不能那个 做菩萨很辛苦的 很辛苦啊 我不用 我宁愿了 我现在做这个 很好 哪有好啊 看电视好吗 看电影好吗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菩萨呢 是什么菩萨呢 我们看下面 你是什么菩萨呢 我们现在发现学菩萨 发现做菩萨 是什么菩萨 你是小菩萨 不是大菩萨 小菩萨跟大菩萨的区别有很大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书 米勒 普贤 他都是大菩萨的 我们是小小的菩萨 还算不错了 所以经上 称为我们什么 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这个很重要 这个初发心的菩萨 就是说刚刚开始 发心来做菩萨 刚刚 从今天开始 我今天开始了 刚刚发心来写做菩萨 学习当中有时候会放过诗 没关系 忏悔就好了 就好像我们开始要念书了 从幼稚园慢慢的到学试 然后在所试 然后到博士 慢慢的学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来要报名登记了 我来报名 我今天我叫邱老师 我叫阿宅 我今天要发 来发心 来报名 来登记 我要来学习做小菩萨 我刚刚入门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佛在经上称为我们初发心的菩萨 但是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初发心很重要 我们学佛念佛 你那个初发心很重要 如果你的初发心是正确的 你今天所学的 所念的符号 不会走错了 只要你的初发心正确的 你初发心来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那个心是正确的 你一到逆境的时候 你不会起了称为心 你一到顺境的时候 你不会起了一个贪念 为什么 初发心很重要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学佛的人 那个初发心非常的重要 他能够导致你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目标 你不会走错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菩萨这个名称 在佛门里面 有很多学佛的弟子 你去问问大家 随便问问 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什么 菩萨每一天在做什么 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 你能够说清楚吗 你能吗 人家问 菩萨是什么 菩萨和菩萨有什么 菩萨 这个处见话 菩萨 菩萨 这个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称 菩萨跟菩萨有什么一样 你能够说清楚吗 这个菩萨是什么 不多 甚至于有时候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神明来看待 这个很严重的 你看那个新加坡 你没有去过新加坡吗 请举手 新加坡 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叫菩萨寿 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观音庙 有没有去过 很多人到新加坡 一定跑到去观音庙拜拜的 观音庙的周围 很多那些素食的餐厅 卖佛具的 你看 很多那个卖佛具的 把那个佛像放在门口 很多人一进门 把这个菩萨碰一碰 有时候碰他的肚子 碰他的耳朵 碰他的脸 你问他 你为什么碰他 米勒菩萨代表福气 碰他有福气会来 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 或者我们到餐厅去 你看我们师父 我上一次带我师父去这个餐厅里面去吃个饭 这个门一进去 大门一进去 有一尊布袋和尚 米勒菩萨在那个大门 米勒菩萨拿什么 拿一个金宝 这个法菩萨 当作神 当作彩神 也来看待 这个就是严重的误会 真的 所以佛菩萨很厌望 完翁 这个附近话就说 很完翁 你让人欺负 被人家欺负 明明佛菩萨不是这样的 你看 但是人呢 把他当作什么 有一个 摇钱树 这个摇钱树 把那个米勒菩萨放在那边 等一下 胜利兴荣 赚大钱 发大财 阿弥陀佛 所以很多人 把这个菩萨都搞不清楚 搞不明白 这个菩萨是什么 阿罗汉是什么 佛是什么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学佛地词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叫菩萨 菩萨要具备什么的内涵 才能够称为菩萨 菩萨的活动的范围有多 这个都是要我们进一步来学习的 菩萨的这个名称 其实呢 说实在的 并没有太多神秘的色彩 没有太多神秘的 他菩萨没有什么很多神秘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很神秘 这个人很神秘 菩萨没有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有大慈大悲的心 有大愿力的心 不疲不愿 无怨无悔呀 都是愿意为一切众生 无论是小 无论是大 无论在哪里 在一切处一切时 无论他在哪一个生活当中 都是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能力 无论财力 或者种种的 把自己的能力 来贡献给社会 贡献给大家 贡献给国家 贡献给一切众生 所以 这一个人在佛门里面中 称为什么 称为菩萨呀 也不愿意做闹 要做吗 要做不 要做菩萨吗 要不要做啊 说实在不太愿意 你看哦 我以前有遇到一位居士 我希望你们要学习 这位居士 他的生活条件很好 他跟我讲 来见我的时候 他说师父 我想要发心 也是很扶持的 对我扶持也是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 他跟我说 他说师父 他说在这个地方很多道场 我想要去做义工 那你做义工 要发什么心呢 他说 他要做那些 人家不想干的 人家不想做的 我来做 人不爱做啊 我来做啊 人不爱发心 我来发心 我说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洗厕所 人家不想去洗 我来洗啊 人家不想打扫 我来打扫 人家不想减草 我来减草 人家不想丢垃圾 我来丢垃圾 人家不想干的 我来干 你想干吗 你想做这个事情吗 你看师父 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 第一天 刚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去做什么 他专门洗厕所的 洗了多久 洗了几年啊 一年 我好没面子 我好难过 好痛苦 很心很烦 人家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我在那边洗厕所 你看 这个心里好难受 天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跟师父抱怨 明明知道义工这么多 你不找我去做别的 拼一拼叫我洗厕所 你说 我心里好难受 你想一想 都痛苦啊 你 我跟师父 睡得很难 为什么这个样子 真的 很多人里面在这个大殿念佛 在大殿敲地中 在大殿敲法器 或者去柜台 或者做其他的 不愿意做一些 人家不想做的 他就是菩萨 所以后来我在明白 我师父在磨念我 磨念我什么 磨念你的傲慢的心 大叔一教你 天天一起洗厕所 而且洗厕所的福报 是最大的 真的 我没有跟你骗 但是你不要误会 从今天开始 我不在念佛堂念佛 我也不在教法系 我要天天洗厕所 不是啦 不是这个 不是啦 你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最主要你们的出发心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菩萨 我们看下面 所以菩萨都是喜欢 为一切众生来服务的 这个指是谁 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要在这个地方学习 你用你的心来服务一切众生 你那个福报太大了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念佛 你也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在这个地方敲法器 你也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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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不肯写地藏王菩萨 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你看 五量节以来 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告诉我们 说地藏菩萨 五量节以来 都是喜欢为众生来服务的 而且他是欢欢喜喜来服务 无论这个众生不但不领情 不感恩不感谢 回头过来来毁谤地藏王菩萨 五地藏王菩萨 批评地藏王菩萨 伤害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从来没有拾去我们 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今天如果我们在做义工 突然间有人来批评 莫名其妙 今天有人来骂你一句话 你会不会高兴啊 会不会 有可能马上会发脾气的 那边吵吵 那个脸像罗刹鬼一样 那个脾气起来了 像罗刹鬼那个脸好凶啊 计较你为什么骂我 师父常常遇到这样义工的人 跟我师父 师父啊 师父啊 哇你疼苦呢 过来没迷没迷 你为 为安藤做书 我每一天为这个佛堂做事 那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我不想干了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有没有 师父啊 我每天出义 还出乱 这样做的事 我去做 做这样做的事 没迷没力 大颗干 水颗干 天天的为大众服务 但是为什么他不恭敬我呢 地藏王菩萨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的服务的地方啊 是什么呢 是最恶劣的 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真的 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最苦最糟糕的 最恶力在哪里 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最苦是哪里 地狱啊 地狱是很苦的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 本院经 在地藏经里面 为我们形容 那个地狱的生活 真的很苦 苦到没办法去相容 你看那个婆罗门尼 为了要度他的母亲 到了地狱 看到地狱的人 在那边受苦受难 他不忍心去看 太残忍了 天天被罚呀 不是杀 不是惩罚 这个都是惩罚 那一个 你去看地藏经 那个很苦 你看地藏菩萨 他说 连暂停 你要暂停一下 你都没办法 很苦 我用一个比喻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生活上 我相信每一个人 有这种经验 一种经验什么呢 无论你在哪一年 哪一日 哪一月 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会有经过 有一段 很痛苦的 有没有 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在生活里面 你有几天 你痛苦 很痛苦 苦不堪圆 像师父 经过很多次 真的很痛苦的 一个月 睡不好 吃不好 那个活得很痛苦 如果没有认识佛法 那我们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因为 没办法接受 最后自杀 你那种苦 跟地狱来相比 小儿科 佛在这个经上 他有这种比喻 他说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早上起来 被了一个人用刀 插了一百刀 捅了一百刀 莫名其妙早上起来 被一个人捅了一百刀 这个人有没有死 没有死 送到医院 很痛苦的治疗 经过这个治疗的过程 你想一想 一百刀又没有死 那刚刚要回复的时候 又来捅了一百刀 你一想一想 苦不苦呢 很苦啊 但是这种苦呢 如果跟地狱来相比 佛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下面 佛在经上讲 这样的苦跟地狱的生活相比 那真的是小儿科 真的小儿科 佛说啊 假如如果今天地狱的苦 能用量 用体积 来衡量的话 就好像比什么 就好比什么 一粒微尘那么大而已啊 一粒微尘有多大 你有没有煮那个小米啊 你没有吃过小米啊 那个小米有多大 小小颗耶 你把那个小米哦 就把它又那个裂开 大概五十次 它已经够小的 你把它五十次把它裂开 你想一想 那么这么小 而且哦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地狱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 地狱的生活就好比什么呢 像须米山那样大 须米山 须米山很大 我们讲一讲 地狱里面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的苦的地方 我们跑还来不及了 谁愿意去呢 你肯去吗 你肯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的 我今天我把我的财产 全部给你 然后我摆了一个机票 头等舱的 最好的 最高的 我请你到地狱走一趟 不要太久 三个月就好了 你肯吗 不要说地狱了 你用你的手 切菜的时候 用刀 你把它弄一下 伤一下 把它裂开一下 你说 苦不苦 痛不痛 地狱都像 好像火一样 天天那个火一直烧 那个烧得好热 你看那个地狱 就八热地狱 什么叫八热地狱 我们在这边 如果火烧起来 比如说火灵 森林火烧起来 像澳大利亚常常火烧 它的那个热度 大概两千度 人一走过去 都变成灰尘 地狱的火 比这个两千度 几十倍 几千倍 几万倍 你想一想 在那个生活的环境 地藏菩萨 喜欢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 你去地藏菩萨 本院经 你去看一看 我们看下面 最后的 你去地藏菩萨 看一看 我相信 如果大家 有读过地藏菩萨的人 你就会看得到 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人 他不害怕 而且 有胆量 他不但愿意去 而且菩萨 很奇怪 不愿意出来 你看地藏菩萨 人家不想去 那个地狱 他不想去 他偏偏喜欢去 而且不愿意出来 不要出来 过来 就是 走去 地狱 都在做中心 你想一想 不愿意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体会到 地狱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 都在 保守折磨 很痛苦 他们需要帮助 真的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贫穷的人 看到一个人三天三夜 迷得吃饭 饿肚子 我可能会持了一个怜悯心 我来帮助 我供养 很简单做得到 但是今天这个众生这么顽固 这么难挑 这么难度 在这个环境这么痛苦的地方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王菩萨 发什么愿呢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个就是我们菩萨的本愿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也要发这个愿 发什么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你千万不要发这个愿 你到了地狱 有气无悔 我跟你讲 很多人有跟我说 师父我要想像地藏王菩萨学习 我要发这个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告诉你 你一发这个愿 你斗罪祸 回不了家 你要发什么愿呢 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学习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精神 那一种大慈大悲 去度化众生 去救护众生 帮助一些众生 所以师父就是这样做 每一天 虽然我们没办法像地藏王菩萨那样大慈大悲 但是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可以将一帮助 想尽办法来帮助别人 看到人家贫穷 看到人家需要帮助 我们来布施 我们来供养 最后我们看下面 所以一切诸佛 一切菩萨 为什么对这一位地藏王菩萨 不予余力的都在赞叹 甚至于在经上就是赞叹无量 也都赞不完这一位地藏菩萨的功德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眼镜 你去看你就明白了 十方一节诸佛如来诸佛菩萨 无量节以来都在称赞地藏王菩萨 从来到现在都一直在称赞 那这一段意思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最后的 我们看最后的 最通俗一点 好比现在 好比又一个比喻了 大家喜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生活 找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西澳 西澳什么都有 澳洲什么都有 你要车有车 你要吃饭 你要吃饭 你要喝什么都有 你要交通有交通 反正你有冷气有冷气 你要暖气有暖气 什么都有 你要开车有开车 什么都方便 你喜欢在这个地方生活 对不对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但是假如我们也发心 比如说 发心到哪里 我要为社会 为国家 为这个大众来做一个共性的力量 为大众来服务 有人愿意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一个罪苦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一个穷乡 必让的去吗 你愿意吗 我这个乡下没有电 你想要上厕所 又跑一远 你想要喝水 你要自己挑水 你想要吃一个东西 又没有交通 你要走路 你想冬天来的时候 你想要开个暖气 又没有电气 你想要很热 夏天很热 你想要开冷气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用电脑 没有电脑 你想要吃好的东西 我要吃汉堡 我要吃薯条 我要吃水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方便 我想要用手机 又没有手机 又没有信号 这么穷的一个地方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吗 请举手 没有人 没有人要去 你看我们很多念佛的人 比如说我们住在澳洲的 有一天你们出去旅游 到旅游的时候 遇到这个饭店不好 那个服务人不好 车也不好 那个不好 你不会嫌弃他们吗 你会抱怨他们吗 甚至于可能你会说 以后我不会再来了 你会不会 小小的事情你都受不了 何况像地藏王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 今天其实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 其实太短了 但是呢 我也是尽心 也是一种清晨的 希望大家要好好来学习 真的 经过学习 你才能够做一个明白人 能够听经 你才开智慧 你能够听经 你才能够帮助化出你的烦恼 只有佛法 才能够帮助我们 所谓的 有佛法就有方法 有佛法 就有智慧 有智慧 就能够化解我们的烦恼 希望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 再继续 给大家 来解释 地藏王菩萨 这个菩萨的名号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发愿 发愿做什么呢 发愿我要来学习 做菩萨 从今天开始 我要来做阿弥 做菩萨 来做菩萨 这个 今天给大家说明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师念佛 也顺便祝大家 再过几天 我们要延宵节了 师父 祝大家吉祥 祟祟平安 年年如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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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